二怪出征,寸草不生。时隔数年,二怪卡车重出江湖。这就是有着陆地航母、飞机版、公路二怪等众多称号的超长教运车。 顾名思义,教运车专为运输小型家用车而生。为了一次拉得更多,有人开始在教运车的车厢上动手脚。 最终演化成下方装单排,上方可以装双排。一次可以拖运二三十台小汽车的夸张形态。 二怪卡车全长可长达四十米。挂车下层宽三米多,上层宽五米多。 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路上跑起来俨然一艘陆地航母。开这种车不仅需要技术高,更需要胆子够大。 超快的车身几乎站满了整个车道,跑起来晃晃悠悠的。而且这种车跑得还不慢,想要在它旁边抄车都得惊出一身冷汗。 马路三大妈表示,超个车半小时过去了,还没见到车头在哪。 由于二怪卡车严重扰乱货运市场秩序,并且这种车上路安全隐患巨大。 所以,在2016年,二怪卡车被禁止上路。 从此销声匿迹数年,被符合规范的中指轴卡车代替。 不过近段时间,路上又见到了二怪卡车的身影。 或许是因为常用车行业过于火热,运力竞争的公路二怪再次被重新了。